接下來順便來示範第二個部分 就是低筋麵粉跟奶油 我們要做油酥的部分 這個部分其實也相當容易 就是我們把奶油跟低筋麵粉 完全的混合均勻就可以了 原則上就是把那個低筋麵粉跟奶油充分的攪拌均勻 一般我們如果量很多的時候 我們是用機器去攪拌 我們就不會用手去攪拌 那相對來講這個量那麼少 所以我們是用手就可以了 給我… 我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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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近說幾個 中文字幕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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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 李宗盛